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取出中间的圆环部分 放在布料的下方 加图案 调整到中间的位置 放上绣绷 拧紧螺丝 我们在绷绷的时候 注意不要绷得太紧 太紧布料容易变形 也不要绷得太松 太松容易褶皱 我们绷到合适的程度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缝制 大家可以按照视频中的画面 将绣线摆好 后面缝制取相对应的颜色来缝制 大家也可以不用摆 直接从绣线中取出来使用 接下来我们先来缝制小花的部分 我们这里取一股断面绣来缝制深粉色的部分 我们的一根绣线由六小骨处成 我们从中间取出其中的一小骨 左手捏线 右手从中间缓慢地抽出 将绣线插过我们的针 将线调整到一长一短 书签是双面绣 两面的图案都是一样的 我们在缝制的时候要从一端来缝制 中途不能反针 反针我们的反面就会不美观 我们的线不需要打结 将线头藏在中间的位置 接下来我们开始固定线头 我们从图案中间任意一点向下入针 注意不要将线整个抽出 我们在底部预留一小段 再从入针的旁边向上出针 再从一旁向下入针 再从一旁向下入针 就固定好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缝制 我们在缝制出针入针的时候 要将底部的颜色盖住 不要露出来影响美观 我们重任意一点向上出针 树枝的下下进行排线 我们先来一步 再放一些水 在底部颜色 在底部预留 颜色 再放入针 入针 再放入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们防止加固定线头处盖住之后我们将线头剪断 这里我们的剪刀是需要自备的 接下来我们用同样的方法 将剩余的花朵部分防止完成 这里我就不给大家重复做演示了 这样图案完成之后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收尾 我们将针穿过一小段绣线 然后将针穿到我们的背面 将针抽出 我们将线头剪断就可以了 我们在每次缝完之后都是用同样的方法 来收针 后面我就不做重复演示了 接下来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将深粉色的小花图案部分缝制完成 这里我就不给大家重复做演示了 接下来我们取前粉色线 一股端面碎的方法来缝制我们前粉色的图案部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继续来缝制 接下来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将剩余的浅粉色小花布粉缝制完成 这里我就不给大家重复做演示了 接下来我们不用换线 用一股断面碎的方法来防制我们这三个图案的部分 这里我只给大家演示一个的防制方法 剩余的两个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将它防制完成 我们用这些图案的方法来看 我们不仅留意 我们不正常 oluş装的方法 就像我这样子一样 我们不可以看看 我们不 wondered 接下来我们来防制圆心的部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取相对应的颜色线将剩余的圆心部分缝制完成 这里我就不给大家重复做演示了 接下来我们取黄色一股断面秀的方法来防制我们花心的部分 这里我只给大家演示一个的防制方法 剩余的花心部分我们都是用同样的方法将它缝制完成 接下来我们下期再见 接下来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取蓝色一股断面秀的方法来缝制我们这三个图案的部分 这里我只给大家演示一个的方法 剩余的两个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将它缝制完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我们取喀色一股断面秀的方法来缝制我们树枝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取喀色一股断面秀的方法来缝制我们树枝的部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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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